台中啟動了自來水供五停二的措施 尋找水源成了大問題 大甲日南國中的學生 根據了非洲伊索比亞 瓦爾卡水塔的靈感 利用竹子和沙網 製作成了一個九公尺高的集水塔 從大氣中蒐集水滴 並過濾獲取乾淨的水 如果空氣濕度達到70%以上 一天大約可以蒐集到 將近100公升的水 大甲日南國中師生 東園100多人 把集水塔一層一層組裝起來 它是要蒐集空氣中的水分 這個九公尺高的集水塔 是用竹子跟沙網做成 它的創作靈感 正是來自非洲伊索比亞的 瓦爾卡水塔 乾旱的非洲不容易取得乾淨飲用水 義大利設計師根據當地瓦爾卡 樹的外型設計了巧妙的集水塔 空氣中的霧氣或水氣 會附著在燒網上 一點一點往下匯集 最後流進收集的桶子裡 解決當地人的用水問題 濕度至少要百分之七十幾以上 一天大概可以蒐集到 將近100公升的水量 很聰明 然後會利用水凝結成小水滴 大甲日南位在海邊 沉堅容易有霧 學生花了四個月時間 利用工具和繩結 製作出全臺僅有的瓦爾卡 集水塔 最難的地方你覺得是什麼 幫繩結 學不起來 但是老師這是 也有很細心的在教 那會不會也總在家裡 做這個東西 會啊 生活智慧放出四海皆準 集水塔頂端綁了各國國旗 除了驅趕鳥類 也象徵世界一家 究竟它能發揮多大成效 全校師生都等著看 華爾街巡皇者楊宗穎 台中報導 стру兵 斗 斗 攝 shortcut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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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